欢迎回来太子建商的总经理初心书 找来女明星Janet的助阵 不过背后的目的其实是要推销自家的建案 不过的确在台南最近的房市非常的火热 以10月份的交易户数来看 台南可以说是第一名 优美旋律配上修长美腿 太子建设总经理初心书 找来Janet的助阵 大本营在南部的太子建设 甚至找来统一梦时代总经理背书 全力冲刺台南房市 我们建议的是从轨道的后端 慢慢的进到核心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 以五都10月份买卖交易转移动数来看 南市交易量月增27% 月居五都冠军 方向上的专家透露 其实很多投资客早就已经抛起双北 转进台南 投资客投这地方 他不外乎就是看到未来的前景 或者是说有一些新的计划 比如上东区有一些 小屏幕在那边进行出 连知名投资客摔过头 也传出最近转进台南 我投资客跟本地人要的不一样 台南市本地人偏好台南旧市区 但投资客反而集中 台南市东区和永康 所以近期永康新建案最多 也让明年房市趋势 从北部转成南部市场 三星文林峰 从北部转成南部市场